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掌柜说论语密码,今天我们继续讲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今天是第五十二回,五十九岁丧家之犬,继续,继续孔子周游列国。 上一回咱们说到孔子五十八岁,离开魏国,我们说孔子这一次啊,不用偷跑,是吧,不用找借口了,因为什么,这一次孔子离开魏国,那是他老板居博裕安排的,孔子这个时候必须离开魏国,不走不成了, 因为什么,五十八岁这一年的秋天,这个时候孔子有一次去探望魏林公,是吧,魏林公眼看着孔子,是吧,魏林公耳听着孔子说话,但是眼看着大雁,孔子因此知道自己该走了,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很多解读为,魏林公已经对孔子说的话不感兴趣了, 哎,孔子看出来了,觉得无趣,所以自己要走,其实我跟你说,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当时的情况是魏林公已经病入膏肓, 孔子不是自己要走的,而是形势所迫,不得不走,不是说出去谋求发展了,是出去避一避, 孔子已经高度卷入了魏林公的家务室,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魏林公如果死了,后面会怎样,太子快亏的势力非常强大, 男子在当时不一定说,说在魏林公死后会怎样,很可能没有魏林公的撑腰,男子可能无法控制以后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巨伯玉是一定要让孔子离开魏国的, 不但孔子要走,子贡也得走,这都是当初评判的功臣,现在你评的那个判要回来,你说你俩该怎么办, 而且只有他们俩走了,巨伯玉才会成为英雄, 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巨伯玉在魏国是政坛长青树了, 竟然,竟然评判这件事,跟巨伯玉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太子快亏回国,巨伯玉竟然是功臣, 两头堵, 孔子秋天离开魏国, 到冬天第二年开春,魏林公就死了, 跟着魏国打乱, 说几句后来魏国发生的事, 是吧,这跟后来孔子回到魏国的事还是有关的, 魏林公其实病重的时候, 就魏国就已经是男子主事了, 是吧,是王后主事, 所以魏林公死了的时候呢, 魏国并没有特别大的动荡, 很多事原来也是找男子, 现在还是找男子, 是吧,很多事都是早就知道会那样, 有准备的, 对于魏林公的死呢, 男子是有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让魏林公的小儿子继位, 就是公子颖接班做魏国国王, 但是因为正是因为这个小儿子不当立, 是吧, 所以他没有啥根基, 这样的话呢, 其实咱们理解这是一个, 这个公子颖以后就是一个傀儡, 真正的权力还是掌握在男子和忠于男子的这帮, 这帮魏国贵族手中的, 但是这件事最终没有成功, 不是有什么阻止, 而是这个问题出在这个小儿子公子颖身上, 公子颖自己坚决不干, 实际上公子颖背后是太子快亏这帮人, 他们背后是有禁国支持, 所以这件事男子最后无真的就是无法平息的, 男子的后台是送过, 太子快亏的后台是禁国, 这个魏国内政实际上最后变成了诸侯国之间的一场角力, 很大程度上这个胜败取决于谁的后台应, 毕竟啊, 男子是国母, 他是魏林宫的遗嘱执行人, 所以男子有先手, 男子于是就说公子颖是魏林宫选定的接班人, 这是我们两口子商量定的, 可是这个男子选择的公子颖竟然现在当男子说魏林宫选择了公子颖做接班人以后, 这个公子颖竟然当着满朝文武怼男子, 跟男子说我爹死的时候我就在身边, 他根本没有让我击位, 你这是捏造的。 场面上男子很尴尬, 现在怎么办, 公子颖叫板, 很大原因是公子颖识时务, 是吧, 他知道太子快规已经在回国的路上, 自己斗不过哥哥, 晋国现在已经由杨虎带领的军队护送太子快规回国, 魏国国内呢, 现在也有人准备迎接太子快规, 要在都城进行暴动, 公子颖可能更多的是不敢, 是吧, 他反对男子是选边站, 他是不敢反对哥哥, 他啥也不是, 是吧, 什么势力也没有, 所以根本不敢跟哥叫板, 这就到了千军一发的时候, 这才是考验男子的时候, 这男子我跟你说真的也算是女中豪杰了, 是吧, 突然事变, 你看男子做的非常出色, 史书当中就是这么说的, 在杨虎的安排一下, 太子快规一开始的计划是秘密进入魏国都城, 然后呢, 但是其实当时呢, 当时是里应外合的这些人走漏了消息, 这件事就让男子知道了, 这个时候可就不能手软, 你看男子怎么做, 第一, 男子马上命令关城门, 阻止快规进城, 阻止支持快规的这些人出城, 然后全城搜捕, 捕杀所有反对党, 拘捕公资营, 公资营以后的下场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从此他就再也没在史书当中出现过, 敢暴乱的其实就那几个, 多数这种, 这种时候我跟你说, 多数人都是跟着起哄的, 结果就是原本好像群情激愤的那么一个很大的场面, 那么一个暴乱场面, 竟然就这么简单的就被平息了, 被男子的毒辣震慑住了, 就是这样, 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横的, 横的怕那个不要命的, 是不是, 男子现在背水一战, 豁出去了, 男子要豁出去了, 现在就看太子宽窥的, 太子宽窥来到城外好几天, 结果也没有人来接, 而且现在城门紧闭, 就不知道城里出了啥事了, 杨虎其实就已经预感到出事了, 那暗得不成就走正路, 杨虎出面, 以晋国使臣的身份, 要带着宽窥直接闯进都城, 其实这就是一个明确的, 明确的起义信号, 是吧, 你们可以发动叛乱了, 我们已经到了, 哎, 杨虎是希望我们出现在城外, 然后里边的人闹起来, 这不我们不就打进去了吗, 结果城门打开了, 但是出来的不是迎接快馈的人, 而是男子的人, 出来不是迎接杨虎的, 是来跟杨虎拼命的, 男子你看, 关键时刻够破了, 现在公开和晋国翻脸, 在我家门口, 你敢闹事, 我都跟你翻脸, 我先是镇压了国内的反对党, 然后果断的和晋国开战, 杨虎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是吧, 他根本没有想到男子敢, 敢跟晋国翻脸, 最终呢, 最终被打败了, 只能带着快馈逃到了边境城市, 魏国筋队是一路追击, 要不是杨虎腿快, 这杨虎可能这一回和快馈俩人都得被打死在晋国, 打死在魏国, 这就是男子孤注一掷, 不惜和晋国开战, 现在这个考验就变成考验晋国了, 魏国现在剑拔弩张, 就看你晋国是不是爷们, 你敢不敢接这个话, 这个话, 晋国要接了就开打, 大战叫一触即发, 这男子也是真够强硬的, 为什么要这样, 魏国现在面临和晋国的战争, 男子才有掌权的正当性, 挑起国家战争, 男子才能团结内部力量, 谁现在反对男子就是叛国, 因为什么, 因为魏国和晋国现在是敌对的, 所有反对党现在都是叛国者, 原本这些反对党都是家族, 都是支持爸爸, 支持儿子的事, 现在就变成大是大非, 你们谁叫板, 谁就是叛国, 魏国面临着和晋国的战争, 男子才有掌权的正当性, 一不做二不休, 跟着男子干脆自己出面, 直接掌握了魏国政权, 立太子宽亏的儿子, 小儿子, 非常岁数非常小, 为新国王, 表面上这是一个大家都觉得说得过去的办法, 是吧, 但是其实男子成了真正的国家的控制人, 这个新国王是个小孩, 现在宽亏很难办, 是吧, 你想, 儿子现在在男子手里呢, 是吧, 这儿子, 即使国王又是人质啊, 很多比较中间的力量, 甚至现在觉得男子这个安排说得过去, 是吧, 就不再那么激烈的反对男子了, 主要是看到男子这个做派, 大家比较佩服, 我跟你说春秋啊, 春秋真的没有功力的, 春秋是个讲强权的时代, 牛人总有理, 这就是乱世, 关键时刻, 当男子非常强硬的时候, 快亏退缩了, 晋国也退缩了, 是吧, 因为一方面魏国很重要, 晋国不能跟魏国开战, 是吧, 如果魏国导向吴国, 别说导向吴国了, 现在就是导向齐国, 晋国也很难办, 是吧, 晋国支持快亏, 就是为了和将来和魏国友好, 取得最大的利益, 和和魏国友好呢, 才是晋国利益的最大化, 现在眼看着快亏掌权的难度越来越大, 晋国一下子就退缩了, 甚至导向了和男子友好, 就是你快亏要是怂了, 那你能怪晋国蔫了吗, 外部的环境一旦改变了, 魏国国内马上就消停, 是吧, 内乱就是这样, 要没有外乱支持, 没有外患支持, 这内乱闹不起来, 造反的就是那几个人, 你看着人山人海似的, 其实那都是看热闹的, 跟着起哄的, 都是选边站的, 大家闹都是怕将来, 我现在要是不跟着起哄, 将来会不会我也分不到肌肉, 可是真的当大局已定, 我跟你说, 这帮人昨天怎么狂热的, 跟着喊太子快窥万岁的, 今天就会更加狂热的拥护男子辅正, 赵央这边, 在一个方面, 赵央这边也真的没心情跟男子闹, 靖国国内的形势就不允许赵央出错, 是吧, 靖国突然这个时候遇到了中杭市, 中杭市闹市, 靖国我跟你说, 这个国家以后就是这样, 就是要什么, 伏无双制, 祸不单行, 谁掌权, 他也甭想消停, 你看这个赵央, 赵央只要赵央这边有点什么事, 一定有人添乱, 自己人一定给你添乱添堵的, 所以赵央现在不得不召回洋虎, 去对付中杭市, 这是这样太子快窥就彻底闹不起来了, 失去了靖国的支持, 这一切的发生, 发生这一切的时候, 跟孔子无关, 孔子在路上, 问题在哪, 问题是我们看看孔子其实要去哪, 是吧, 离开魏国这一次, 是要去哪, 很多书都有介绍, 但我跟你说, 你细看, 大家说的这个目的地不同, 最终是去了陈国, 这可以告诉大家, 但是陈国肯定不是孔子一开始要去的地方, 掌柜认为孔子当时是要去吴国, 孔子要上回过框过铺, 是吧, 这就是要穿过陈国去吴国, 这条路其实是最近的路, 走高速, 现在的高速, 大广高速, 但是那一回走的让孔子怕, 上人上人也有一怕, 很大的原因就是这回是为什么出来的, 这回是因为魏国内乱, 是吧, 而这个框和蒲都是当年叛乱的地区, 孔子是那个平叛功臣, 现在呢, 现在这个地儿要叛乱, 快亏要回来, 所以孔子宁肯走一条绕远的路, 这就是孔子第二回走的, 走曹国过宋国, 最终的目的地还是吴国, 可是孔子心里也不是特别肯定, 是吧, 孔子最终的目的地其实也没有那么确定, 一切都是走着瞧, 反正最关键的现在的问题是, 是离开魏国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路线才会这么曲折, 这么迷幻, 是吧, 孔子肯定的说啊, 孔子未必是要去陈国, 去陈国是走的半中间, 又往回走才到了陈国, 你看, 掌柜认为啊, 孔子是要去吴国, 要穿过宋国去吴国, 这中间我们说出事, 过曹国还好, 是吧, 过曹国过宋国前面就是吴国, 过曹国的时候还好, 是吧, 平安无事, 其实春秋这是个常态, 孔子一个平民, 就是那样, 你没有介绍人谁, 谁知道你是谁, 是吧, 说孔子是知名学者, 享誉天下, 我跟你说, 在春秋那没用, 没有一级官员叫学者, 在曹国孔子自己没惹事, 所以也就那么顺利的过去了, 也没人搭理他, 到了宋国就出事了, 你不惹祸, 祸惹你, 所以这孔子这天呢, 正在一棵大树下给学生讲课, 洗礼, 是吧, 演习这个礼, 突然就看见远处尘土飞扬, 孔子刚收的一个弟子, 一个宋国贵族, 急火火的就跑来跟孔子说, 师父您快走快走, 我哥哥来了, 我哥哥要来杀了你, 这个人的哥哥就是司马桓腿, 是吧, 他是宋国司马, 司马是一个官职, 就是主管训练军队的一个师大, 应该是一个很有名的宋国贵族, 叫桓腿, 后世这个人更有名, 因为什么, 因为他被桓姓的人, 尊为老祖宗, 是吧, 桓姓人, 咱们讲过桓温是吧, 那是个南北朝的, 桓姓在南北朝成为一个大士族, 桓腿为什么跟孔子结怨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 司马桓腿要杀孔子, 这是后来孟子, 孟子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 是吧, 其他的书中说法很多, 大体上有两条吧, 是吧, 后世的解读, 一条呢是孔子这张嘴, 是吧, 当初孔子在卫国的时候呢, 为卫国出力, 就没少骂人, 这个孔子批评过送过, 孔子执钱就执钱在这张嘴, 但是惹祸也是这张嘴, 是吧, 卫国宋国当时两国路线不合, 孔子曾经骂过司马桓腿, 说过司马桓腿的坏话, 孔子说完就忘了, 孔子说完就忘了, 但是, 但是司马桓腿记仇了, 这是第一个说法, 第二个说法呢, 就是宋国人认为孔子是坏人, 这个人走到哪儿乱, 你看他, 他刚从鲁国出来, 是吧, 在鲁国, 鲁国国王死了, 现在呢, 现在你看, 他呼呼这个, 是吧, 祸害魏国, 把魏国国王又害死了, 司马呢, 司马桓腿呢, 司马桓腿现在有点家务事, 就是原本他兄弟就不合, 这弟弟居然被孔子收留了, 所以这哥哥很生气, 意思就是, 就是恨这个弟弟, 是吧, 你这个孔子, 这人是个祸害呀, 你看看他, 他在鲁国徽三都, 是吧, 挑唆兄弟不合, 现在又挑唆到我们家来了, 挑唆我兄弟来了, 他帮着我弟弟, 早晚有一天, 我弟弟跟着这个师父, 我弟弟早晚有一天, 得跟我动刀啊, 就是一句话, 司马桓腿, 如果不是坏人, 而是好人呢, 那你想在当时的好人眼中, 孔子不是圣人, 而是个阴谋家, 你再想想当年燕英那个话, 是吧, 鲁定公对孔子的防范, 魏陵公为什么安排人监视孔子, 其实这是, 这是当时的贵族世界, 比较一致的看法, 贵族不认为孔子是个君子啊, 孔子这个人就这点好, 圣人嘛, 圣人不固执, 特别听劝, 有一件事你往后看, 每次出事, 孔子和徒弟都失散, 是不是啊, 上一回过框过仆, 失散的是颜回, 这一回失散的是子贡, 原因是什么, 孔子腿长, 这人跑得快, 你看这段书非常有意思, 你脑子里关键是想当时, 当时那个场面是啥, 是吧, 是当时孔子带着子贡, 还有一大帮学生正在树底那上课, 是吧, 报信的就跑来了, 你看子贡他们马上就把这个师弟围住了, 这问问啊, 怎么回事啊, 是吧, 你哥哥为什么要杀我们, 我们不认识你哥哥呀, 这边还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还听见孔子在那大树底下喊呢, 大盗在我, 还腿能奈我何, 是吧, 这是孔子原话, 等弟弟把这件事说明白了, 前因后果怎么着都说来了, 告诉大家宋国的官兵来了, 大家立刻就觉得这才听明白不好, 得赶快跑, 不能吃眼前亏啊, 再一找师父, 孔子没了, 是吧, 他们围着师弟说话的时候, 师父已经跑出二里地去了, 子贡这几个孩子当时啥心情咱不知道, 是吧, 反正场面, 当时的场面就是一哄而散, 也不知道师父跑哪去了, 反正都往远处跑呗, 司马环腿追过来, 到树底下这个气啊, 眼前几路尘土飞扬, 你说这个孔子, 他真的是鬼啊, 他几路突围, 我现在追哪路, 一生气, 司马环腿就让人把那棵树砍, 连树根都得挖出来, 其实呢, 那是做给我弟弟看的, 是吧, 你跟着这个师父, 这个师父专门挑唆别人家务不合, 是吧, 挑唆家务不合天下第一, 听了他的课, 就是一棵树都得连根拔起, 危害就这么大, 你赶快跟我家去, 回家去, 孔子这一跑, 是吧, 从宋国, 应该是曹国和宋国边境, 这就不走大广高速了, 开始沿着惊慌失措嘛, 连着连货高速炮, 这一路, 是吧, 就跑到了新正, 向郑州方向跑了, 在新正, 郑国人怎么做, 郑国人还是不让孔子进城, 听说孔子来了, 为了欢迎孔子, 立刻就把城门关了, 可能是孔子没有健康码, 是啥事, 是吧, 咱不清楚, 郑国也不喜欢孔子, 孔子于是只能在城门口, 在吊桥那边, 是吧, 溜达, 子贡随后就追上来了, 子贡人家, 人子贡家里有钱, 是吧, 人家马车是自备的, 可能孔子的马车都是, 都是子贡给的, 子贡慢一步, 是吧, 一个是孔子先跑了, 再一个你想, 子贡车上人肯定多, 就这个跑路这件事, 你说谁能跟孔子似的, 丢些学生, 让学生自谋出路啊, 孔子那个逃跑的时候, 那个一往无前, 先人一步的那个劲头, 真的是太难了, 这样做没朋友的, 你说是不是啊, 子贡是个都会来事的人, 子贡肯定是带着同学跑, 是吧, 所以孔子先跑到了郑国城下, 跟着子贡才追上来, 这就是咱们前面讲的丧家之犬那一段, 是吧, 子贡在那问郑国老乡, 你看见我老师了吗, 他老师说有个长得啥样啥样的人, 重点是那个人好像, 好像丧家之犬的样子, 是吧, 其其然磊弱丧家之犬, 在那个, 在那个, 你往那边看, 那城门口那溜的呢, 子贡这样, 找到了老师, 师徒才聚集起来, 有子贡就好办了, 是吧, 看见子贡你就看见犯了, 子贡有钱, 他在身边, 拆旅费不发愁, 郑国国王接待不接待孔子, 对孔子来说都一样, 但是现在呢, 是吧, 到了正国了, 这宋国是绕不过去了, 那要还想去吴国怎么办呢, 只有走商丘, 是吧, 先去陈国再说, 你看看地图, 孔子这一路, 是吧, 走了一个大迂回, 最后又走回去, 哎, 孔子不是冲着陈国去的, 要是冲着陈国就不用过宋国, 哎, 是已经, 已经绕过去了, 已经绕过去了, 后来, 后来, 后来又绕回来了, 哎, 所以绕回来, 就是因为宋国走不通, 郑国又不接待, 曹国也不接待, 哎, 孔子当时一定是准备从陈国穿过去, 然后呢, 再穿过楚国一脚, 是吧, 这就是, 这就进入吴国了, 好了, 今天咱们就讲到孔子, 五十九岁, 做了丧家之犬, 明天给大家说说, 孔子人生中最快意的一段时间, 这就是在陈国的三年, 薄行护天天, 看来说这就是养测, 是区刀子很多人, 过来, 这就是在陈国安选, 乔允国要求区刀子, 我算针备不是干燥油, 在那儿市平均身中最后一段时间, 然后你在那儿市平均身, 在那儿市平均身上都当时冒过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